各位女友好 我想我可以講幾句 我想他們幾位都是件事的專家 他們跟著件事跟了很久 我也同意毛泛田議員一開始講 當件事在7月份 有人關注的時候 真的有種感覺是失驚無神的 失驚無神的 真的有些失驚無神 我自己都是教社會政策 教社會政策 可能跟配偶保障 和保障政策這些 那凱斌是一件相對比較細的事 所以事實上一直都沒有特別 很詳細去關注這件事 只是聽見聽過說 政府會研究換化這個 先行大島 換化就是很簡單 因為香港很多年都做了一些 換化計劃 所以就以為沒有大件事 但是7月份突然公佈 原來這個季春期都結束了 接著就原來 新世界和這個政府很明顯 已經有點麻痺了 我會覺得這件事 令到我們突然間想到一件事 就是說 究竟我們是不是 政府做什麼都可以的呢 就是 我們都最近聽到一些人的說法 就是 有些人 特別是民主派的議員 就是整天都左頭左勢 政府什麼都做不到 當然 當然 是不是阻流阻勢 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 我們要接受一個事實 我們是一個 雖然政治上不民主 但是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有移民自由 有生命自由 我們政府固然很有權 但我們變了一樣東西 政府的權力 就不是好像以前的皇帝 天使 就是天壽 那些權力 他的權力當然是來自我們的 他要受我們的監察 他要代表我們做一些事 所以 海濱就不是政府的財產 是香港人的財產 那如果要涉及海濱的發展 涉及青江大道 涉及現在 剛才阿伯港那裡 不單止青江大道 去到 踩到我們面前 紅磡 接著理工大學已經 很驚訝 靖江大道 按照計 就不是政府可以說 怎樣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政府做任何事 他一定要 第一件事 首要條件 要合憲 要合法 所謂合憲 基本法都很清楚 政府有一個行政權力 但是它是要接受 香港的社會 特別是法會的監察 但是你也問了 無法正議員 究竟這件事 政府幾大程度上 是受到立法會監察的 失驚無臣 四個字都說了 失驚無臣 即是他做議員 都失驚無臣 那不要怪我 都失驚無臣 都要黑笑 這是第一個問題 其實現在你看到 很明顯 它根本就繞過了一些 在憲制上應有的窮道 自己自發自為 和一些地產發展商 去達成一些他們之間的協議 這個協議過程 怎麼達至我們不知道 他們背後有什麼 核契 有什麼利益交換 我們不知道 七月份公佈 那就當成了 我覺得這個很明顯 就是有一點違反了憲政上的要求 我覺得所以很明顯 你看到 拆出牌了 那一套 很明顯 你看到最近 不單止說 現在有議員反對 如果真的有人 左頭左勢的話 實際上也不單止立法會 不單止個別政黨 不單止Albert 而是說 現在大家看到 有地產發展商 或者說 有在尖沙咀附近的一些 管理中物業的公司 大財團 他們都反對 甚至有人說 打算司法覆核 那我覺得很清楚了 這件事 就不是個別的政黨 或者某一個派別 覺得有意見 而是說整體上 整個社會都覺得是有一些 很不妥當的地方 第二 有時候政府 就算你說法律上 我們沒有什麼 抽聽到你都好 或者暫時不知道 政府制定的任何政策 有一件事 一定很重要的 就是要符合這個程序公義 現在政府說 已經收到 程規的程序 已經做了 但是我們都看 各方面的資料都知道 程規完成了一個資訊之後 收到三百多份的意見書 絕大部份都是反對的 如果絕大部份是反對 那政府都未處理到那些反對的意見 還未去回應那些反對的意見 就已經 即是同身世代 達致某個協議 最近 剛才說到 政府為了要補獲 他就說 要搞一些焦點小組 這樣 那焦點小組 問了他 問了你 問了你 問了焦點小組 他就不是問你 應不應該給新世界 是不是應該現在這樣做 而是問你應該怎麼設計 即是第一步都未問了第二步 即是他都未 未解決過基本問題 這件事 究竟是否應該這樣做 是否在新世界 他們已經首先問你 即是 即是 米爾城區 你們不要爭了 現在大家聽一下 怎麼搞 這樣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即是說 政府呢 是有一點點霸王下 要上攻的 剛才拉雞鵬都說過 根據政府的程序要求 它是應該要有一個公開的資訊 這個資訊應該是個國有份的 但是很明顯 很多人都沒有評估 被資訊過 第二 資訊水準是開放的 現在不是 他只是問你怎麼設計 第三 一般來說 這些活化的計劃 其實是應該有一個公開的資訊 但是現在似乎 然後呢 就連這個招標程度都不做了 總之就談好了 就算做了 我都說會同意 如果你純粹將 新疆大道那一段 用來招標的話呢 其他發展商 可能在投標過程 都沒有身世的 身世的 身世的那麼著數 因為身世的在旁邊 又有酒店 又有商場 如果你有招標的話 它有了這個規模經濟的效益 第二間不夠它 它可以用一個很好的條件 去投這個標回來 但是就算是 這樣也好 政府沒有理由 繞過一個 上次的程序 而是直接跟這個地產商 達至一些協議 那我覺得 你不可以排除 有別的人 才有更加好的計劃 有更加好的方案 那我覺得現在政府的做法呢 就完全排除這些方案 那我覺得這些呢 都是很明顯 剛才說的 既不合法 亦都不合憲 甚至呢 連在政策地上 那些程序公義 都沒有顧到 那我覺得 最關鍵的問題 就是現在不單是清風大道 是清風大道 它是一路踩到過去 整個海濱 去到這個 鄧月利峰大學 已經 那段路 事實上 有時候我都會逛逛 一直去那邊 但是 就是 問題就是 你突然間 將一個這麼大的 這麼長的海濱 就是整個港島區 就是九龍區 鑽黃金 一個海濱地段 交給一個發展商 去發展 或者交給管工 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就真的要清清楚楚 要有個正式交代 要有個正式交代 你大佬千 知道 怎樣 各界 匹夫有責 是 對的 匹夫有責 那我希望 你大佬千 知道 有何人 他好像都沒有看到我們說什麼 不要緊 我們繼續說 那我們繼續 最擔心的問題呢 最擔心的問題呢 就是 我都同意 我們要顧好政府 某些權力做事的 但是如果那個政府 在做的時候 完全不理會既有程序 他現在不是 代表我們行使權力 而是說 毫無限制那樣 我覺得香港市民 確實輸入財政 見微知著 如果一個這麼小的 我們都不是很留意的海濱發展 我們都容許政府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不能夠保證 別的部分 找別的政策 政府都會繞過這些正常程序 不理會一些 慣常的一些做法和程序 繼續去侵犯 我們香港人應該有情境 甚至會做一些事情 去思商仇仇 將一些公共財產 變成自己政府的私人台庫 任入去 怎麼給都好 那我覺得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呼籲香港市民 繼續留意海濱發展這件事 不要讓政府輕易過關 我們繼續督促立法會 督促一些規劃界 繼續關注這件事 好嗎?多謝各位 謝謝